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NICO 那今天很开心在这里分享到 昨天我接到美德加 就是美国跟香港管理层的电话 就在2019年的2月11号 他们恭候我成为香港第一位企业总监跟企业总监二 我真的觉得非常荣幸 还非常激动 因为真的是好像在做梦一样 但是美德加这个平台是 就是只要你努力了 就可以一定累积 也可以达到的平台 所以我想在这里分享到 就是我可以做到 大家也可以做到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 我的美德加故事 我在一个普通家庭长大 然后从小到大爸爸都是做生意的 然后他懂事很忙 因为我有个弟弟一个妹妹 那我是最大的 然后呢每次呢在家里呢 都是只有跟我妈妈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 所以呢我就常常都渴望 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加多 然后高中毕业之后呢 我就出来做工作了 然后一直在寻找机会 我当过文员啊 接待员啊 就是开过服装店 也就是卖鞋子 卖衣服 也就是从事过保险行业 然后在保险行业也得到错的成绩 但是就是赚到钱 但是就很忙 然后也没有时间 然后经过上天的一个安排 就让我生了一场大病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就让我看懂美尔加的持续收入 我才发现以前的我 所做的一切都是 我有做财有没做就没有 所以我就很渴望多点 就是时间 就是财务自由 所以在这里呢 我在2015年的一月份 我就开始全力赴美尔加 那时候我是总监室 在总监到总监室这段期间 我也是就是 觉得美尔加很好 但不会就是很努力的去做 但是当我下大决心 全力以赴的时候 全世界的力量都来帮我的 我在2015年的9月份 就进程了SD 然后就是在2016年的7月份 就进程了ED 然后2017年的10月份 就进程了MD 然后在2018年的9月份 就进程了MD9 然后在三个月就进程了我们的企业总结合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不是你坚持 就是不是因为要别人的坚持 你才努力 而是你坚持了才会得到别人支持 在这个经营的路上 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跟挫折 但是这个没有怎么样 因为一切都是经过经历来的 一切都是在扎根 只要你坚持 你做的事情 就是每天做好小事情的话 那一定会到达你想要的结果 就好像当初的我一样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常常说 我并不是条件能力最好的领导人 但我一定是最努力的其中一位领导人 所以我成为了第一位香港第一位全国总监跟企业总监 企业总监二 那我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到 我在2016年开始 撒遗迪之后就常常出国旅游 然后也是带着家人也出国旅游 因为在我心目中的梦想 就是常常跟家人在一起 就去看这个世界 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妈妈也很开心 我家人也得到一个就是心灵上的一个富足 然后也带上我们们一起 就是得到财务自由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已经走过了 就是去旅游这几年 也去过48个国家 也走过很多地方 在这里我常常都在分享到说 真的真的在这个平台再也找不到了 你可以帮助人 助人是快乐的 但助人的同时 你可以帮助到自己 也帮助到自己家人 那这个事业我会坚定一辈子 因为这是我们终身事业 也让我就是心里面非常非常安定 在这里 我在这里在这里 要跟大家强调 就说我可以做到 大家也一定可以做到 千万不要放弃 也千万不要中途下车 千万不要怀疑自己 因为在这个平台已经对了 只要你想着帮助别人 助人 很快乐的一起去经营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里来说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接下来我想帮助更多的人 跟我一样 然后大家也一起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感谢观看